银行卡余额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 我的妈呀 这数字怎么这么长 这得比我身份正好 加上银行卡号还多啊 吓死我了 我活这么久都没有见过余额那么多啊 不是说方小凡破产了吗 啊 他怎么有这么多钱 哼 你们一个个真是蠢猪 即便方小凡没破产的时候 你们相信他有这么多钱吗 一定是这破刷卡机乱码了 你看 我就说吧 以后这些质量不过关的刷卡机 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这可是我花2000块新买的刷卡机 质量我已经测试过 没问题啊 哎 卡刷出来了 你又不相信 承认别人比你有实力 就那么难吗 少在这风凉话 今天算你走狗使运 碰到一台乱马的刷卡机 不过你口口声声说真有实力 那就帮小美把火锅店重新开起来啊 你要是没这个本事 就乖乖在我裤裆钻过去 对 吹牛谁不会啊 我们也想看看 你怎么报答他 大家别起哄了 帮助小凡 完全是我自愿的 谁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小美心底太善良了 而且还帮我将资产增加了两位数 现在也是时候 我来回报你了 看来是时候兑现我的承诺了 你们在这等一下 我去办理个转让手续 呵呵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吧 方小凡是在找借口开溜 还说给小美报恩 这跑得比兔子还快 哎 小美这次真是看走眼了 白花花的十万块打水漂了 嘖嘖 方小凡你敢不敢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去 如果不敢你就给我跪下唱歌征服 然后滚蛋 哎 算了 既然你们先去 那就一起吧 小美 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哈哈 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和小美的火锅店 没有半毛钱关系 方小凡 你该不会是想请小美吃一顿饭 就想了事了吧 你这一说还真饿了 正好刚刚没吃好 要不小美 你在这里请我这个老同学一顿 哈哈 方小凡 你终于装不下去了吧 连一顿饭都请不起 小美 你看到了吗 方小凡就是一个伪君子 哎 我以为会有奇迹发生 结果连一顿大餐都蹭不到 真是扫兴 小 小凡 我 我真没钱了 要不等下个月吧 下个月 我再请你吃饭 哈哈 折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挺好 更何况到了你的地盘了 你这个老板怎么能不请客呢 方小凡 你傻叉吧 这明明五星级酒店 小美 那刚刚破产的火锅店 距离我们十公里远呢 呵呵 你不会是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吧 这是五星级酒店没错啊 但我可以把它变成小美的火锅店 也没错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小姐姐 去把你们的老板叫来 说我要买了你这家店 把这张卡拿给他看 方小凡 你知不知道这家店多钱 就你这个身份 拿着刚骗来的十万块指挥服务员 等下露线了 别连累我们 我们可没有你这样没钱 又爱装十三的同学 天啊 这 这可是全球限量款的黑金卡 这位先生身份非付极贵 先生 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叫酒店老板买 莫菲服务员也有毛病 他们是病友 哈 七 他不是要装批吗 那就等着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买下这里 这酒店可是我们这边排名第一的五星级酒店 市值最少三十亿以上 我把话放在这 他要是能买得起 我把门口的石狮子吃了 哎呦 真的是方董明来了 不知道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这是我们酒店的转让合同 您只要支付二十五亿的成本 这家酒店就属于您的名下了 撕 真是身家数十亿的王老板 那个王老板您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破产的破烂老 买不起你们的酒店的 你千万不要被他忽悠了 你是在骂我吗 方董卡里三十位数的资产叫穷光蛋 那我算什么 要犯的吗 不对 说我是要犯的都是侮辱方董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方小凡的卡里真的有三十位数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小美 签上你的名字 这家酒店就送你了 另外 王老板麻烦你一件事情 立即给酒店换招牌 按照小美火锅店之前的风格来 另外 我再追加一百亿投资 打造中海第一家七星级火锅楼 能为方总效劳 是我的荣幸 我这就安排 不 我不能要 这太贵重了 呵呵 和你帮我完成任务多出的两位数资产比 一百亿还不够利息呢 你刚刚可是帮了我大忙 这样吧 酒楼你先开展 就当我入股了 每年我拿一层的分红 行了 再拒绝可就不把我当朋友了 那 那谢谢你 小凡 我的火锅店终于再次开业了 对了小凡 我 我能不能把以前的员工招进来 呵呵 你是大老板 你自己决定啊 老板好 这 这怎么可能 方小凡明明就是一个穷光蛋蛋 怎么突然有那么多钱 天啊 小美给方小凡借十万块 就获得了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哄 都怪莫有钱 这个混蛋误导我们 害我们失去了一个发财报复的机会 对 就是莫有钱害我们的打他 哼 你们不用得意 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子的投资公司也开始盈利了 不出半个月 我就能有上千万的收益进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抹其少年穷 早晚有一天我会超过你方小凡 哦 你很有志气吧 那当然 我已经找了投资专家为我做了预测 稳赚不赔 等我成了大富豪 我一定好好把你们按在地上摩擦 哎 还多亏你提醒我 你的投资公司赚那么多钱 既然你如此死心不改 也不配拥有那么多财富 你 你什么意思 喂 财务不想张吗 把给莫有钱的投资全部撤销 以后任何人都不能与他们合作 哈哈哈哈 邦小白 你吓唬谁啊 就凭你一个电话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的投资方多着呢 嗯嗯 莫有钱 你个混蛋究竟得罪了谁 害得我们的投资方全部撤资 现在公司负债1.5个亿 你自己害怕 老子已经买机票去国外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邦小白 你是怎么做到的 哦 忘了告诉你了 上一次同学聚会 听说你做了投资公司 就暗中让人帮你一把 现在既然你看不起我 那这投资自然就算了 什么 原来是你 是你在帮我 呜呜 我真是大傻叉啊 呜呜 扑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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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